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发现最近你非常的活跃 无论是在微博上还是在朋友圈上面 总能看到你上传的相片 各种相片 各种嗨的相片 各种玩的相片 我想说微信可以传九张图片一次 那我不想说天天会烦别人 那好吧 那我一天就存个九张 有的时候还不够九张 那我随便再找两个角落不够九张 分享一下自己的生活 那微博的话 因为慢慢的越来越多的朋友都有玩微博 我觉得那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分享平台 也可以跟老朋友啊老同学都有不同的方式去联系 我发现你真的很开心 就是你为什么可以每天都这么开心呢 你那么烦恼吗 你天天想着开心 你就可以过得更开心一点 不是有句名言吗 就你开心也是一天 不开心也是一天 那为什么不开心的过一天呢 好吧 说得太好了 那个 那可是你可以分心 你可以分身吗 就是因为我知道你还做蛮多东西的 你又学摄影啊 然后你自己又有一个瑜伽工作室 然后你还可以每天去那么happy的去各种玩 那你是怎么做到的 就是可能有一个小plan 拿一个list去写出 我最近想干什么 那如果有空的话 就把这个项目插到自己的时间表里面 其实不会很难啊 就时间都是提出来的嘛 你是想说时间就像乳沟一样 体一级总是有的是吧 有不同的方法 我之前还听说过说 时间就像是海绵里的水 体一级总是有的 后来是有更update到 不一样的一个解释 也是很欢乐的一个解释 是吧 那你在开心的时候 你是先让自己开心 然后就开心了 还是说你先发生了一个很开心的事情 然后你就影响你很开心 两个都可以啊 有一个事情的话 发生的不是更容易开心吗 那你自己如果没有什么事情 就自娱自乐 什么自娱自乐 你怎么做到 比如说在家里 比如说自己跟自己玩是吗 比如说在家里 你可以自己画个画啊 或者说用笔在自己的脸上画个画啊 然后或者说是 或者上网去找那些笑话的段子 然后YouTube去剪一些视频去看嘛 都可以自己找乐子的 你刚才说画个画 在自己的脸上画个画 你有真的做吗 我有非常多的珍强在我的那个电脑里面 不同不同的作品 你可以给我们观众朋友展示一下吗 这个的话可以 欢迎加我的微博 就是微信 软广告 这个都可以分享一下 那你通常画哪个部位 画在脸上还是画在额头上 看是什么主题 正常都是脸上 脸上 你说画什么 画个小鸭子啊 小鸡啊 什么的 这些都太小了 可以画的更大型一点 比如说 比如说 基础也就是比如说大烟群 或者说根据某一个动漫人物 或者说模仿过那种 类似于像什么美少女战士 或者说是像钟无夜那种 这边画一画 看电视的时候 这个很好玩 那我要试一下 所以说你会在额头上画一个那个阿拉雷吗 目前没试过 或者说画那个星星 就是像那个中英池那个电影里面 就是那个白面包星天里面 就是然后他在这个地方 画一个五角星有没有 那个简单不难 你有画过吗 没有 OK 那你画过脸上画过最 最紧的是什么样的动点图案 我觉得是左右各黑白 然后眼睛上还有彩妆 好吧 我觉得那个很特殊 好吧 那你有画完之后 你有没有想过说出去吓人 也不算吓人吧 这也是一种就是 你有自己的事情可以分享给别人看 不过在你认为这吓人也不可以 不过你对人看后 确实会吓到 好吧 是这样 我那天看到你那个 有一张照片是说 你躺在码头上 然后摆了很多的姿势 那张是什么时候猜的 在码头上 码头的一个好像一个 类似一个岸上 如果说摆很多姿势的话 是晚上 基本上每天都在摆姿势 好吧 我发现 拍照的是post玩 post玩 对 也不同的地方玩 都可以找到不同的心情 去表达出当时的情感 我觉得 我觉得好像你总能够想到 各种各样的方式 去玩呢 无论是自己和自己玩 还是和别人玩 那我可以问一下是 通常都是 你玩别人 还是被别人玩 我觉得 可能是说 我先玩一下别人 然后别人觉得 啊 终于开心了 气氛热烈 谁呢 就一起玩 那你接下来 我问一下说 你通常都被别人怎么玩 我非常想被别人玩 一般是逗别人 用准 像好朋友都用准的 还有就是说 不同的一些游戏 或者说一些 什么 所以说你玩过最high的 最最high的游戏 是什么游戏 整个人 整个最凶的一次 很少以整人为目的 主要是让大家 开心一点 happy OK 我发现你 我发现你真的是那种 真的是那种 很乐天派的人 就比如说 从刚才一直到现在 你真的可以 就一直笑到头 一直笑到尾 然后你也让我 一直受到影响 从开始到现在 我一直都是 嘴都是咧着的 可能有一个 就是说 你有经历过一些 多一点的事情 那你经历过不同的感受之后 你找到自己想要的感受 然后朝那个感受去走 那我想要的是开心 那我经历过不同的事情之后 那我可以知道说 快到什么时候了 会不开心 或者说会怎么样 那我就可以控制自己 那其实也是阅历的一点 所以说 我觉得你好像很 很会找到那个点 有没有 就是快到那个点了 比如说像喝酒一样 就是你很会掌控说 我喝酒了 要喝到嗨 和喝过了 喝醉了 所以说你很会说 找到 就到嗨了 然后你就 没错 这也是时间的累积 你要久了 他们说 所以很难做吧 他们说要成为 某一个 某一个行业的大师 那你就要做超过 比如说五万个小时 或者说怎么样的一个时间 你又累积 就会成长 OK 那所以说 如果谈到说 行业里面的大师 那我觉得好像 好像你在yoga里面 在瑜伽里面 你应该是大师了 私生大师 我可不敢成大师 这个真的要时间的累积 那我可以说 我是慢慢在学习 在进步 因为一直活着嘛 那你活到了 学到了 我一直学不同的东西 我去感受 那我感受过之后 我就可以知道说 那真的还自己 想要做什么 自己要什么 这一点很重要 那我觉得瑜伽是很不错 可以 不仅是让我有不同的感受 我可以分享给其他的 比如说学生或朋友 然后让他们可以去 感受一下瑜伽 看他喜不喜欢 因为也有分不同性格的人 可以不同去 不同的感受吧 因为有一些 比如说太热闹的性格 那边的 练瑜伽会比较做不定 那没有关系 可以去尝试 那实在是 不OK 那可以去尝试 其他的舞蹈类的 OK 所以练瑜伽是真的很好 那所以说你那个 你那个瑜伽工作室 有开多久了 其实从我刚来免疫了 然后现在是三年多 刚来不久 我就有开始在 做一些小的 小班小团体 所以说那你真的开班 好像还蛮 还蛮久了耶 但教过的学员 是不是已经满天下了 如果说中国跟 清西兰比起来的话 中国会更多 因为人口的那个辈子 不一样 对对对 那 那为什么你会想要去 去开这样的一个 一个班 开这样的一个工作室呢 就是是一个什么样的理念呢 就是 理念的话 如果从基础来讲 就是一直从大学毕业啊 都是有在从事教学 那可能就是我的工作 那我又可以做自己的工作 我又喜欢这份工作 还有可以分享知识 那我自己开心 别人学到东西了 也开心 那就很好 所以说那你 所以说你在讲说 你去教瑜伽 你很开心 为什么 就是 你做一行 爱一行 你爱一行 做一行就做得更好 那到底是瑜伽 那你是怎么好 可以让你这么迷他 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它可以简单的来说 就是你当你在 喜欢 还有你诚信 在这一件事情里面的时候 你会有一个状态 去match到一个 达到你自己想要的 或者说是一个很舒服的 然后你会觉得 这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那我知道你的意思 那我的问题是说 那我不可能无缘故的 就喜欢这个东西 肯定这个东西 本身有什么魅力 让我们去吸引 我们去喜欢它 瑜伽 如果说简单来说 就是身心灵的一个沟通 身心灵 对 你用自己的动作和呼吸 呼吸 然后和自己的感受 感受 对 去让这些融合在一起 哇 然后呢 那做瑜伽的话 可不可以瘦身 这是我很关心的课题 这个我可以说 OK的 因为有锻炼 然后你有能量消耗 然后你就可以 有达到瘦身的效果 一般的课程里面是说 你的消耗 多于摄入 那就可以达到 说有瘦身的效果 这样 OK 那一会儿 你可以交交 电视连的朋友们 如何在办公室里 在家里面 也可以轻松的 做一些简单的瑜伽动作 然后达到一个瘦身的效果吗 广告之后 更精彩哦